中共大力发展海军,两年就有32艘战舰服役,上海依照船厂10年来扩大64%,2018年4月12日在南中国海上,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台中间,在长沙号驱逐舰上阅兵,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人合影留念。 中共近年来大力发展海军的现代化,过去10年,中国主要的海军军舰制造基地,实现了迅速的扩大。 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,12月20日公布他们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,中国最重要的海军军舰造船厂之一,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, 在过去10年里,扩建了64%,从2011年,最初观察到的占地约7平,方公里扩大到2018年的11.5平方公里,并且更建了两个造船生产区。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实力,项目研究员马修·傅奈奥尔,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, 江南造船厂负责制造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战舰。 在这个造船厂制造的装备,构成中共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获得的卫星图像,显示江南造船厂,正在建造亚洲最大、最先进的战舰之一。 2055导弹驱逐舰赴奈奥尔说中国正在服役舰船的设计,越来越现代化。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观察,发现江南造船厂,2018年,出现了显著的造船和西装活动,包括多达五艘05。 2D导弹驱逐舰,和至少两艘055驱逐舰,中国新华社今年6月28日报道说中国第一艘万吨级导弹驱逐舰,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报道称,该型舰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制。 装备有新型防空、反导、反舰、反潜、反潜武器,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、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,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,引述美国政府的报告说,在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,中共全力以赴迅速扩大和更新中共的海军,仅在2016和2017年两年,就有32艘战舰服役。 不过卫星图像没有发现,据称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空母舰。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,认为,江南造船厂有些新设施,但判断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施工地点。 海维时过早在今年4月,中国第一艘国产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下水。 该航空母舰定于2020年服役与中共海军舰船大力发展相比。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,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,美国海军造船厂的设施和设备状况,相当令人担忧。 该办公室,12月12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,美国军舰维修的工期,长期滞后2012年以来,仅有30%的工期按时完成。 美国海军计划,未来30年将新建造355艘军舰,但完成这一目标。 海军军舰建造的预算,必须要在过去30年的平均。 预算水平上增加80%,但这在政府财政面临巨大赤字时,这一目标是相当难以实现。